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13日首次面对中外媒体 对于老百姓最关心的身边具体事 近一个半小时的记者会里 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 感受新一届政府的民生关切 第一就是落实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 中国城镇新增就业目标1200万人 这如何实现 李强说将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 帮助年轻人通过劳动和奋斗 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二是延迟退休 在老龄化家具的背景下 适时的渐进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引起了广泛关注 针对这一政策 李强表示将认真研究充分论证 在适当的时候稳妥推出 第三是粮食生产 民以食为天 粮食安全向来攸关民生大忌 李强特别跟农民朋友们说 政府所有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 只增不减 确保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 绝大部分老百姓不会天天盯着GDP 大家更在乎的是身边具体事 相信这是记者会 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 总理说 政府工作就是要贴近老百姓的 实际感受去谋划推进 真正地做到民有所判 正有所为 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 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 高手在民间 曾长期在地方工作 李强深知所判所为 需要问济于民 总理记者会是新一届政府的施政开端 建威之主 我们从中能体会温暖 扎实的民生导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